我考慮了一段時間 然後我決定要繪 我會製作紙紙 飛快踩著縫紉機 熱心住人的阿嬤 聽到剛當上教師的孫女說 學校有很多孩子都沒有鉛筆盒 她立即組織起 奶奶們的縫紉志工大隊 要用實際行動 補足弱勢孩童的需求 一針一線奶奶們的認真投入 力量驚人 共計完成365個 造型新潮絢麗的筆帶 讓孫女帶到學校 分送給有需要的孩子 如果他們不合起來 感覺到他們合起來 不僅僅是他們不會 他們不會做得更好 他們不會做得更好 但他們可能早上離開 教育系統 根據統計 澳洲約有120萬名孩童 生活在貧窮縣之下 因為覺得自己處處不如人 心生自卑 甚至提早中錯 奶奶逢任大隊送上滿滿愛心 希望孩子快樂學習 翻轉命運 大愛新聞 吳桂正編譯